我看了一种说法 说咱们的直20和这个黑鹰的外形 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就有人说 咱们是不是有很多是抄袭 或者借鉴了他的一些设计理念 还请邓老师来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比较尖略 所以你没看我都没接话吗 直接把眼神看向您 这个网络上实际上有很多的评价 这个直20 黑鹰 谁长得像不像 谁比谁好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咱也不要夜郎之大 咱还得要客观地实事求是的 直20作为第四代的直升机 只有许多新的东西 在黑鹰上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船飞控系统 这是第四代直升机的一个典型特征 实现了直升机带的跨越 我们电船飞控系统走到今天 也是的确不容易的 大家普遍都认为 电船飞控系统不安全 我记得前期在论证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的老同志就跟我说 小邓啊 这个型号啊 成功是第一位的 你搞出来有没有飞行员管给你飞啊 你还是保险一点 上电船飞控系统 再加一套集结感系 备分 两套全上 这个对我来说 该备的重量备了 不该备的重量还要备了 而且还有一个风险 就两套系统切换过程中 这个风险怎么办 当时我们也就决策了 电船飞控系统一步到位 不加备分不安 今天回过头来看 决策是对的 一步到位 我们现在电船飞控系统 实现了智能机带着跨越 这个是完全我们立足国内 把它搞出来的 没有参考机 可以拿来的参考 可以到现在 它也没装备部队啊 电船飞控系统 还是老的那套模式啊 对不对 如果你要说 刚才咱谈到的控制 对吧 噪声的主动控制 震动也主动控制啊 对吧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形象上 得到的应用 那这些呢 肯定是黑音没有的 我想它不是超了黑音 直到你是在超越黑音 我觉得这一句话 就是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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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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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